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卡住了 推进器烧毁发射车 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军方立刻灭火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紧急宣布停止演训 正在调查整起意外事故的原因 一枚枚雷霆2000火箭弹点火发射 高速越过海平面发出鸿鸿声响 屏东九棚基地20号上午9点实施 陆军雷霆操演实弹射击 但现场却爆出大量浓白烟 浓烟把所有发射车全部遮蔽住 但再看看往年演习 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还传出 雷霆2000火箭弹爆炸 发射车也被炸毁 军方澄清雷霆2000火箭弹没有爆炸 但造成发射车大火已经扑灭 没有人员伤亡 也立刻下令停止演训 蝶霆2000火箭弹由中科院研发 属于多管火箭炮 2010年起量产43套 编略预算132.2亿元 发射车装备MK66增层型火箭弹 最大射程100公里 可作为战术导弹 号称陆军最强武器 也是成军以来首次发生射击意外 陆军最强武器出包演训 紧急喊咖 军方十分重视 将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爆炸原因 但今早意外发生事故后 引发附近居民恐慌 要求军方好好说明清楚 否则不排除前往抗议 记者当初王书宏 评论报道